民生消息要为您报道 在台中市有一家婴儿用品店 让家长预购奶粉跟其他的副食品 但是有妈妈发现 她拿回家的卖金 保存期限都只剩下几个月 吃到过期了都还吃不完 她认为这可能是小孩 一直拉肚子的原因 但是业者便称 本来就有告知这些是极其品 要赶快吃完 目前双方对于赔偿方式仍然谈不拢 消费者请消保官介入协调 小朋友吃着混合卖金的稀饭 原本是要让身体投好壮壮 不过却有家长投诉 他在台中连锁婴儿用品店 预购知名的品牌卖金 不过拿回家才发现 这批卖金都是保存期限 只剩下四个月到十一个月 不等的集齐品 十一月 十一月给我明年一月到期的 那等于是四十天的产品 就到期的产品 但是我是用原价的价钱买 那我一月去拿的 你又是给我四月到期的产品 那我等于用原价的价钱 去买三个月到期的产品 前太太说 她从三年前就给孩子 吃这样的卖金 不过最近一个月 却发现孩子负瀉不止 她仔细看看这些卖金 发现都是快到保存期限 甚至还有薪钱买的一批 已经过期半个月 她认为这就是孩子 拉肚子的原因 持续拉肚子拉了一个月 然后就医了四五次 四五次然后医生就说 一般的感冒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那就是只卸着一直吃一直吃 一直吃了之后 也是都一直没有改善 原先打算让孩子吃卖金增加营养 没有想到却有可能因此伤身体 前太太要业者给个交代 不过业者说他们有诚意赔偿 却被对方回绝 也没有办法去说明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 就是哪里来的 可是我们公司跟厂商很有诚意 就是要跟他处理这个事情 消保官表示 虽然目前法律没有规范及欺品 不过业者还是有义务告知 而业者说这批货 原本就告知了消费者是极其品 有提醒要赶快吃完 如果真的身体有不适 愿意赔偿三千块 不过这样的处理方式 让家长还是很难接受 表示要透过消保官来协调 进一步解决 杰尔林健森 赖世杰台中报导